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元旦过后,赐生孝桃花旺,财运旺,收入翻倍,情定终身,生活顺遂,在这个美好的时刻,我们欢聚一堂,共同庆祝,2024年元旦的到来。 首先,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,2024年元旦开始,四大生肖桃花旺,财运旺,收入翻倍,不差钱,情定终身,生活顺遂。 接下来,让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四大生肖。 第一个是属兔的男女朋友,在2024年元旦之后,感情生活将一片坦途,与心仪的伴侣相识,相知,相爱,单身的属兔人。 也会迎来不少甜蜜的约会,和相亲机会,得益于良好的桃花运,他们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,财富增值明显。 紧接住是属龙的男女朋友,在2024年元旦之后,属龙的他们事业爱情双丰收, 不仅在事业上能如鱼得水,迅速攀升,而且还将与某一位优秀的异性擦出爱情的火花,单身的属龙人。 也会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,幸福的生活即将来临,再之后,是属鸡和属狗的朋友们。 在2024年元旦之后,属鸡和属狗的朋友们,也将迎来财运,和桃花的双重好运,事业上会有新的突破,收入会持续增长。 爱情方面,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,幸福的生活即将来临。 最后,祝愿各位朋友们,在2024年元旦之后,财运亨通, 桃花运云,生活美满,幸福快乐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,誓音菩萨,保佑诸位,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静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,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家里有属马的人,请珍惜,身边有属马的亲友,帮忙转一下。 今后好运一生,属马的人性格很奇怪。 有时候超爱说话,有时候可以一天不说话。 高兴的时候,会判命地说话。 不高兴的时候,一句话也不说。 属马的人不爱记仇。 但谁对他好,谁对他不好,他还是记得很清楚的。 属马的把真实的自己,藏于半夜的寂静,和午夜明朗的笑声中。 属马的最注重的,就是安全感。 希望被保护,却常常是一个人。 属马的不容易爱上一个人。 但一旦爱上便很难自拔。 一旦受伤,总是被伤得很深。 只有几个贴心朋友。 属马的是个很爱撒娇的孩子,总是很依赖别人。 属马的喜欢害,喜欢顾影自怜,喜欢自己填伤口。 属马的性格,很古怪而又孤僻。 他们会突然在大笑中沉默,感觉悲伤。 属马的心里,想什么从来不说,别人也猜不到。 属马的嘴上说不在乎,心里却早已悲凉。 心里的那把火早已熄灭。 属马的选择了沉默,不再像以前那样。 炙热地去追求某样东西。 属马的总是很爱回忆。 回忆以前的点点滴滴。 以前的大小事,只是默默地想住。 属马的做的人天生敏锐,与生俱备的第六感。 对人的内心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,但他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里。 属马的人可以把你的眼神,内心看得很清楚,但却不会告诉你。 他用旁观的态度判定虚伪。 属马的人不懂甜言蜜语,不懈拍马屁。 属马的人本能地排斥虚伪和做作的人。 属马的人不会真的发火。 就算生气,也很快忘记。 属马的人,只对真正懂他的人,展示他的创造性,他的情绪他变得冷淡。 就证明他开始对你重新审视。 当他越是沉默,就代表他越是生气。 属马的人可能看起来很凶,其实内心是最柔软的。 属马的人看起来很冷淡,但那只是保护自己的方法。 属马的人很重视友情,但被伤害后绝对不再友善。 属马的人很容易被感动,但感动中又饱有理智。 属马的人可能看起来很坚强,其实是最脆弱的。 属马的人可能很爱哭,但他的哭并不代表认输。 属马的人可能看起来很笨,其实大智若鱼。 属马的人可能做事很毛躁,但内心很细心。 属马的人天生敏感和细腻,却会用心鉴定。 属马的懦弱,受了伤之后,只知道躲在无人的地方,独自哭泣。 属马的虚似,明明已经心痛到无法呼吸,还要在最爱的他面前,假装坚强,不轻易让任何人走进他自己独自的世界。 属马的笑容,无论开心或者悲伤,他都是一脸笑容。 笑容是他们伪装自己最好的武器。 属马的眼泪,从不轻易让人看见。 他的泪,从来只有他知道。 只是谁又知道属马的退缩。 属马的,永远不会亲密。 说爱或者喜欢,除非真的喜欢到了极点。 否则要他们表白几乎不可能。 但是一旦表白,他们就是不遗余力地付出。 即使知道这样做换来的结果,可能是深深的伤害。 属马的,永远只可能,做同一件事两次。 表白也一样,同一个人,只可能听到他,向你最深地表白两次。 两次之后,就是绝对地安静了。 即使仍然深爱住,他也没有勇气再说。 第三遍我爱你,他的退缩。 不能重复一件事第三次。 属马的愚蠢,不懂得怎么挽回深爱的人的心, 只能自己心中默默地祝福和祈祷。 受了伤的马,只会在角落独自,忍受追星的痛。 属马的,体贴第一名。 爱吃第一名。 爱家第一名。 孝顺第一名。 多愁善感第一名。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属马的人? 家人、朋友、至交、深爱一生的人? 如果有,就为他而传下吧。 赚了以后,属马的人,在2024年一切都顺利, 并且走大运。 为了属马的人,请你保存。 传发属马必幸运。 今天听老人说,属马的命是一只辅马。 属马的今天之后必有大狱。 请为属马的人转下。 家中有属马的人,身边有重要的人属马。 请转发这个平安符,祈求他们一切顺利。 世事平安。 今晚子时,至明日丑时观音菩萨开库。 这段时间,观音菩萨大开金库。 属马的人财源滚滚。 平安健康,财运亨通,家庭幸福,主愿皆成。 属马的人都心善良,不爱与人计较。 所以属马的人都健康。 平安、快乐。 富有,我希望今天,至少有属马人帮我转。 谢了,让我们为属马的人转发祈福吧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,世音菩萨。 保佑诸位,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进,笑口敞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。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感谢。 优优独播онов。 真心有意诚意。 万岁受 365线。